过去几年有许多实验教育学校成立 现在就连大学也展开实验教育的规划 其中清华大学创设实验教育方案就是一个例子 清华大学实验教育方案将实验教育归纳出三个面向 包含教育创新、独特新兴人才 还有培育诗信诗财的多元融合学习方案 希望透过大学来找寻高教的更多可能性 不论是跨域学习还是清华大学的实验教育方案 其实都有着跳脱制式学习的框架的目标 希望孩子们能够多方探索自己生命的意涵 透过老师们的学习辅导 搭配专业学习让教育有不一样的可能 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的荧光焦点 想知道更多教育不一样的节目内容 欢迎订阅古典音乐台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更多完整节目资讯 请看资讯栏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